如果 如果進到飯店 我看到那個床是分開 兩張床就翻臉了 我一定要一張KING size 他真的翻臉了 一張床 就算跟我兒子 我都覺得我們三個 要夾在一起這樣子 其實小孩真的要自己帶 那一種培養感情 我覺得 他就愛你多少 對啊 其實他跟狗一樣 好好講 其實是要付出的 我講真的坦白說 我到現在還滿擔心的 但是我的擔心 已經慢慢逐漸的在下降了 跟剛複合的那一種心情 是不一樣的 剛複合的那一種心情是 除了擔心還是擔心 還再擔心更擔心 那現在 因為他給我的感覺還滿愛 我覺得有一半是我兒子 帶給我的這一種放心 因為他們兩個父子實在太好 我們一定在欣賞 他們兩個父子好的那一種感覺 我就放心很多 那加上他的行為 也有讓我稍稍放心的 那麼一點點 因為他現在就是 譬如說工作啦 家裡 都分得還滿清楚 看嘛 這一次他沒有出事 大家就知道我放心的地方 謝謝 分房睡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們可以接受嗎 像我們那時候兒子還小耶 我們就沒有分房睡對不對 我們都一起 因為他不準 我今天出國喔 如果出國進到飯店 我看到那個床是分開兩張床就翻臉了 我一定要一張KING size 他真的翻臉 一張床 就算跟我兒子 我都覺得我們三個要夾在一起這樣 至少那個線都牽住 那我覺得分開太久會變習慣 像有些人就是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是睡在一起 後來可能因為老公會打呼啊 或者是老婆睡眠比較淺啊 然後就切條一次 然後分開睡 第二次再分開睡 第三次 一個禮拜以後就變習慣 其實會有一個東西要講 好痛喔 好痛喔 我們敵大美女 這個呼聲啊 不過她的呼聲真的很好聽 人家我是喝酒才會平常不會啊 她的呼聲會把我呼醒喔 真的喔 因為我們的房間就是 那一般的標準規格嘛 然後我睡得很沉 然後就 你吟在哪 我 她一直給我拿來 冷靜… 沒有 那生活習慣沒有關係 結果我那時候才曉得 原來敵英會打呼啊 可是那時候我們已經結婚了 所以我覺得 但如果說真的 如果說夫妻有一方會打呼 最好是分開睡 因為打呼它其實不是天天都會打呼 太累了才會 所以另外一半要 其實應該怎麼講 要讓互相都睡得好就分開睡 因為真的睡眠很重要 對我們成年的人來講 對不對 你的意思就是說我會打呼 然後就分開睡這樣 是嗎 不用啦 因為我習慣啦 我是習慣的那一個族群 我們在復合之前 因為啊 對 之前 你有去大陸拍戲 就是拍亞巴新娘 那不知道說 那個時候你在拍的時候 有沒有碰到像這種狀況 其實我在拍那場戲的時候 都是在想 真的嗎 像剛好講到 講到我去大陸拍這個戲 我就講我當時的心情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分手 分手滿久了 分手滿久 但是我是第一次到外地去拍一集 我在那邊 其實每一天都會想到你 沒有 想到我的好還是壞呢 當然是都有 但是不可否認的 其實那也是一個精神支持的力量 是 你知道嗎 所以說在當下 我們就算在外地拍戲 再辛苦 誘惑再多 其實只要我們自己心裡清楚 我們是去工作的 誘惑就不會上不了身 上不了身的 誘惑是上不了身的 你們有很久沒看到小孩嗎 目前我都沒有 因為我 有小孩之後 我就先勤留持挺心 其實小孩真的要自己戴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小孩自己戴 可以造成人家無法去分割 你們感情的那個 堅強的那個技術 這是我非常堅持的 因為當初我媽媽也要幫我戴 要帶到台中去 我一直跟她講 我很堅持 雖然我們兩個都是在工作 可是我說 我寧願請用人來家裡戴 我們至少早晚 我們眼睛都看得見 那一種培養感情 我覺得 幫我戴多少 還有愛你多少 對 沒有 好好講 其實是要付出的 作詞 這張相片 還有這張相片 感谢观看